Ready? Let's go 就像電影對川普的鋼鋁重稅 以牙還牙 歐盟要組成復仇者聯盟 甚至也料化要對美國商品 克徵25%報復性高關稅 影響規模約28億歐元 相當於新台幣1014億元 一定也會受到牽連的 很久貿易的這種發展 還有甚至一些資金的移動 它都會造成很大的一個破壞的 這種的一個作用 攤開這張報復清單 金額會如此嚇人 原來從價值9.5億歐元的 柳橙汁 玉米等農產品 再到規模10億歐元的 襯衫 化妝品等消費品 等於11型都包了 歐盟貿易委員會更證實 美國的Levis牛仔褲 哈雷機車都確定列入客稅名單 值得警惕的是 這些美國大廠像Levis Gap 都會找台灣代工 分析師坦言 對台灣廠商恐怕造成衝擊 最明顯的就是因為價格提高 接單量可能縮減 但錢格會陳衝卻說 先別太緊張了 真正出手了 才有後面的事情 現在大家都在喊話而已了 所以也不需要太認真 辦不辦得到是一回事 因為川普面臨的阻礙 從國內開始就是排山倒海 這是科恩1月底受訪 還在規劃夢想藍圖 卻在7日閃電辭職 要表達對客徵鋼履稅的不滿 讓川普踢到大鐵板 川普太不像是有經濟常識的人感覺上 這是世界的不幸 愛這樣的離去 來自各方的壓力湧入 川普的立場會不會更改 狂人的思維 沒人摸得著頭緒 東森財經新聞 六指沈玉騰 台北採訪報導